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鸵鸟园当然要试下鸵鸟餐 鸵鸟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相比其他肉类 有更为丰富的铁质和蛋白质 吃完午餐后 大家除了可以试试踩出名硬正的鸵鸟蛋 也可以感受鸵鸟的滋味 我们将会坐360度旋转吊车上山顶 高达1067公尺的卓山是南非的地标 在这里你可以全方位的细看 开普敦的美景 今次我们所吃的全鲍宴 就可以让大家品尝到新鲜肥味 享誉全球的南非鲍鱼 顾名思义 海炮岛上住了大群的海炮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集成 他们都肥嘟嘟很可爱 海鲜是南非的一大特产 而他们的龙虾就出名是新鲜甜味 大家一定要试试 原来南非都有企鹅 着试企鹅是非洲独有企鹅 我们将会来到南非法定企鹅保护区 企鹅滩 大家将会近距离跟他们接触 进一步认识这种可爱的动物 非洲大陆最南面的好望角 曾经被释入航海家认为是世界的进头 而它的顶端角点由于长年都有强风 所以又称为暴风之角 大家来到这里就可以登上去的灯塔 细看这一处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界 有过百年历史的康斯坦尼亚酒园 是南非最出名的葡萄酒园之一 它的红酒白酒达到世界级的水平 今次我们不但可以品尝到一流的佳药 还可以选购心热的美酒 将它带回家 维多利亚海滨度假区 是开宝敦好出名的购物区 这里除了名店众多之外 海滨景色同样迷人 还随时有机会欣赏到街头民族show 普拉托尼亚是南非的行政首都 市内有很多特色的建筑 包括有见证着昔日种族隔离的 政府行政大楼联合大厦 还有为纪念十九世纪最后一位南非总统 而建的保罗克路格铜像 迷城皇宫酒店是南非的顶级酒店之一 占地多达25公顷 酒店设计以非洲圆日为主题 再配合供电式的建筑风格 而酒店房间就充满了圆林气派 除此之外 这里亦为你提供了大量的娱乐设施 让你玩个不逆乐福 南非著名度假村Sun City Hotel 集美食、博彩和优质主宿于一身 它里面的太阳城娱乐场 是区内数一数二的赌场 大家可以在这里试一试手气 来到这个鑽石皇国 当然不少得要去鑽石中心 除了看到璀璨段幕的鑽石首饰之外 大家亦将会参观鑽石切割和加工的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